13到16节 把这四节经文当作母亲节的礼物来献给各位妈妈 这也是师母 我最近进修教牧博士课程的一门课 这个就是我们的教授他俘虏过的 那我跟牧师都很 我们都非常爱慕神的话语 就像圣经所说的 在诗篇里面在很多的经文都有提到 神的话是比金金更宝贵 也比蜜更甜 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15年前 我们变卖所有 我们来到美国读神学院 那去年我的儿子 我的长子Samuel他高中毕业是第一名 但是他也 我们也支持他去读神学院 那也是我为什么在家里 homeschool的原因 因为我们想要孩子们跟我们一样多学神的话 好 那这四节经文呢是在蛋以礼书 蛋以礼书是一卷先知书 他只有12张 那我们在上先知书研究的时候 教授就来问说 就是要求大家都要选一卷书来做为我们试经的作业 那我就请教他我能够选哪一卷 因为我想要用这个家庭会音来服事做为我的方向 这样然后他就推荐这卷书 那我就刚开始有点疑问 后来我看了这卷书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因为蛋以礼书他的主题就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 就像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天父的世界一样 我们要来掌管 我们要来领受神他给我们人类的托付 就是生养众多治理权地 那家庭通常就是在生养众多的部分 那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来承接治理权地的责任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读这四节经文 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开口来读 好请 在夜间的意象中观看 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银而来 会领到更补偿在者面前 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示弄他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弃 他的国必不败坏 至于我战役里我的灵在我里头愁烦 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 我究竟一位侍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 他就告诉我将那世的事 给我说明 好谢谢 那戴以理书呢他总共只有十二章 那他分成两大段很清楚 第一就是第一个分段是从第一章到第六章 他是用第一人称来 第三人称来写作 因为他跟他的朋友在巴比伦在波斯的宫廷当中的经历 然后第二个分段就是在第七章到十二章是用第一人称来写作 是他自己所见的意象还有解说 然后大部分他的原文是西伯来文 而少部分就是亚朗文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逐节的来解释这四节的经文 第十三节呢 但以理就是讲述他见到一位像仁子的 这个像仁子的这位是指的是基督 就是约翰卫斯里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解释 就是说他指的就是弥赛亚他要荣耀的要迅速的 然后令人敬畏的降临 这就是预表到基督的升天 他承接了这个君王的位分 那为什么人会说他像呢 而不是直接说是呢 这个加尔文他是宗教改革的时候被主大大使用的 这位神学家他的解释就是说 因为他那时候他时候还没有到 披带肉身降世为人 所以呢他就是就像这个加拉太书四章四节所说的 还没有时候满足 所以他要他称他为什么写说是像就是这样 因为他还没有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如果现在就是人子的话 他就不是像圣经里面所应许的亚伯拉罕和大卫之子的尼赛亚 因为如果一开始就披带肉身 就不是这些祖先所生的 所以就说他是像人子的 好 那接下来为什么要说是架着天云而来呢 就是因为在旧约当中先知们跟人们都是这样描述上帝 是从天而降的 这就是表示这位像人子的他具备了神性 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 那他呢不只是升天像我们刚刚这个经文所预言的 他将来也会再来 那提到这个亘古常在者呢 就是这个是在戴尼旅书特别有出现的 他出现了在第七章出现了三次 也就是他是超越时间的主 他是自有永有的 永恒在他的手上 他是习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君王 所以他在回答摩西说 你请告诉我你是谁的时候 他就说我是自有永有的 所以他是超越时间的 所以他被称为亘古常在者 那第十四节呢 就是说到他得到权柄荣耀国度 使各方各国各族的民来侍奉他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被去 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再次印证 人子他的完全的神性 所以这个在启示录有的最后一篇书 他有提到这个 他是永远长存的 然后呢在以福所书也提到 基督执掌王权的目的 他就是要来保护 要来维护教会 好那第三节呢 第三节的经文就提到 戴尼他看到的意象 是这么样的一个伟大 他深深的参与在上帝的预言计划中 然后呢他不是师父关己的 他全人全心都进入到那里面 而且因为他与神的亲密关系 让他预先在意象中 见到上帝在列国中未来的安排 甚至救赎计划中的主角 就是这位人子基督的形象 这也是光乎全人类的救恩 都是非同小可的 所以他的灵在他里面仇凡 就是描述他领理的一种冲击 那是 就是说让我们来知道 我们这些后世的人感受这些 启示的震撼很重要 仇凡的意识在原文是刺透 抵御忧伤痛彻心扉的意识 好那最后一节经文呢 我们就看到大爷里面对这样的一个冲击的时候 他怎么做 他是谦卑又顺服 就是说虽然他这个启示是这么超越人的想象 还有他的能够承受的程度 但是他的榜样就是 他不是就消灭圣灵的感动 而是他来寻求一个解释 当然圣经有告诉我们 隐秘的事是属于约和华的 他上帝没有义务告诉我们每一件事 但是我们可以来求智慧 我们来求解说 所以大爷里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那这四节经文带给我们怎么样的一种 应用和启示呢 虽然我们没有像大爷里和他的朋友 他们当时候的一个情况一样 他们已经亡国了 然后他们被义族来统治 然后呢 但是我们也知道 抵挡神的政权 在但以理书里面都有记载 不断的更迭 那当然在北美的基督徒 我们好像没有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没有逼迫 但是我们知道 在同训练的婚姻 多胎的合法化 性别的认同 言论的自由 永枪权 还有选举诚信 社会公益 福利分配 这些或者是在疫情期间的 教会的聚会的规定 基督的教会在美国 也是面临很多的挑战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身为母亲的我们 怎么样来养育我们的孩子呢 第一个就是要对上帝的主权 有确实的信心 就像我们刚刚读的前面两节经文一样 人子在预定的日子 要降世为人 施行拯救 这个我们已经经历了 他会再来执掌王权 那上帝对万有的主权 与拯救的计划是我们在各种 患难中的一种安慰 我们知道这世上的政权会过去 但是基督的国会存到永远 就像奥古斯丁 他在上帝之城这本书里面就提到 罗马虽然在当时候 他好像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 也可以甚至当做整个世界的统治者 但是他一样他过去了 罗马已经堕落了 对不对 他已经不在了 但是基督却永远掌权 第二点呢 我们就是要效法但以理 我们要忠心的在家庭社会 教会当中来做见证来祷告 有行动也有祷告 那他们他是世上的光而言 我们要自己 我们身为母亲的 我们可以来效法他的榜样 也可以鼓励我们的配偶 我们的儿女来一起 关心国家的大事 通达食物 然后为他们取劳代祷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是能够发光作严 就像耶稣说的 我们要如往严 施了位就要丢在外面 然后被人践踏 那他在启示录也是警戒众教会 我们要不能不冷也不热 这样子呢 就会面临神的审判 我们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要谦卑受教 要可目真理 我们不是说我们已经得着了 我们好像学了很多真理的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好像可能我们不会像大英里一样 见到异象天使 但是我们有圣经 耶稣基督他也身上高天 掳掠了仇敌 为我们私下各样的恩赐 也给我们在教会当中 预备了牧师教师 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 来帮助圣徒 所以我们可以多多的来利用 教会的资源来多学习 来多运用在生活当中 圣灵就是我们真理的教师 我们也透过祷告 来祈求给我们引导 请他让我们有像大英里一样 谦卑受教 可目主的旨意 并被主使用的心 最后我们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将四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 使我们能真知道你 认识你 你是信实公益全能的创造主 万物都是你所造的 也是靠你而立的 你掌管万有 你在人的国中掌权 求你使我们有千倍受教的心 领受但影里先知传递的真理 求你帮助我们 在世上寄居的日子能 谨醒谨守 持守圣洁 建造我们的灵命和家庭 造福国家社会 忠心传扬福音 使我们在人子基督再临的日子 能与他一同作王 掌权直到永远 阿们